再带您来关心花莲县东区老人之家 在22日凌晨4点多是金船火警 所幸起火的房间有安装火灾自动通报系统 而消防局在收到通报之后 也立即派员前往现场 那么照护人员也在第一的时间 赶紧用干粉灭火器灭火 而火势在短时间内就被扑灭 但是人有长者是吸入了灭火器的干粉 被预防性的送医观察 所幸目前都没有大碍 地上残留一大片的灭火器干粉 一旁还有被燃烧过的灰烬 火调科人员拉起封锁线 拿起相机忙进忙出 22号凌晨4点多 花莲东区老人之家金船火警事件 把所有人都吓坏了 所先在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 火在预警通报系统就起了作用 那因为我们有设置已久的自动通报系统 还有蒸烟以及洒水系统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以警报器系统启动 除了自动通报相机之外呢 那我们同仁也很积极的 进入到那个起火的房间 拿着灭火器去做灭火的动作 那也很快的就把火势扑灭下来 至于这次的起火原因 警消单位目前还在调查当中 这个场所是在他长青楼一楼的一个住房内 那住房内有市民的那个长者住宇 那目前我们勘察的状况是 现场有一事有流有淹地的情形 不过目前还没有办法确认详细的原因 起火的养护型病房位在于一楼 还好照护人员的反应够快 火势一下就被扑灭了 但仍然有多名长者因为吸入灭火器干粉 被预防性的送医索性都没有生命危险 而这场意外也考验了 养护中心的消防警报设备 有效将意外伤亡的可能降到最低 记者 徐立琴 花恋室报导